辅晓召召一事 随师父已经学武功成 此次被师父派下山除掉边关 标起将军郭震 此人为非作歹 在他回兜术职的时候将其除掉 然后千语位统领手握重兵 一直欺压百姓 辅晓作为万事阁武功最高的徒弟 需要回都城为民除害 而千语位统领就是燕长云 王佑硕士 叮嘱辅晓一定要注意燕长云 此人武功极高 燕长云一如既往来到青楼寻找出越 刚进门闻声便识别出此人是假 而辅晓谎称出越生病 前来替他服侍 燕长云武功测试出辅晓有功底 辅晓在使用美人技的时候套出匕首 可被燕长云识破 两人打斗起来 辅晓打不过趁机逃跑 辅晓的蒙面头像被全城搜捕 当晚燕长云蒙面来到一处荒宅 此时辅晓在房梁休息 燕长云少主本想这次引诱郭震回京 借他之手查出官有之辩的幕后黑手 替家族报仇 没成想郭震被杀害 线索就此了了断 就在他烧香祭奠之时 听到房梁有动静 与辅晓动起手来 辅晓承认是他杀了郭震 本想送燕长云到地府 可奈何打不过 荷包被打落后趁机逃离 辅晓逃离到一处客船 刚换好衣服被小强子一棍敲晕 他本能反映杀了小强子 尸体掉落河中 次日扶小头部昏沉沉醒来 完全不记得自己为何受伤 更不记得自己是谁 拿着船上遗落的腰牌 来到南国城 他见到燕长云不由的害怕 前面的一男人胳膊受伤被抓 他下意识地回避 引起注意 直到他拿出腰牌后 守卫见他是宫里人放走他 扶晓在路边看着镜中的自己 不明自己为何男人打扮 只好前来找大夫 大夫说他得了失魂症 本想开药治疗 却因无钱被赶出药管 公公道哥在外派多人寻找小强子的下落 丞相不顾门卫阻拦 贸然进殿请皇上定夺郭震一职的人选 与此一同前来的还有卫大人 他推荐何威 而丞相推荐杨雄 此时的皇上把身边的太监打扮成自己的模样 代替他 早已乔装来到戏院听戏 不巧碰上扶晓躲在桌底偷吃他的点心 此时燕长云来戏院搜查刺客 皇上召员下宁郡士紧张地躲进桌底 两人都害怕见到燕长云 本来约好一起逃跑的 扶晓最后抛弃皇上逃跑 扶晓逃跑之半路 本想拿小强子的腰牌换个馒头吃 被公公刀哥发现 得知他失忆 决定让他顶了小强子回宫 扶晓听见刀哥说带着他去吃饭 欣然跟随他回家 回到宫中被刀哥打晕 他醒来时发现被绑在床上 原来刀哥要把他变成太监 他本能反应正脱一脚踢晕刀哥后逃离 迷路的扶晓误闯入燕长云的宫殿 燕长云正愁受伤无法穿衣服 看着扶晓前来让其服饰更衣 燕长云无意发现面前的小强子胳膊受伤 刚想验证身份被手下告知找到刺客的踪迹 扶晓趁机逃过一劫 扶晓来到后花园恰巧遇到皇上 两人一看是戏院相遇的兄弟 两人携手准备离宫 小强子的尸体被捞出 燕长云准备从这个太监身份查起 扶晓和皇上通了钱才准备离开被侍卫发现 皇上让小强子先去另一地方等候 燕长云很快从太监名册中查到小强子的蛛丝马迹 下令全宫送锁小强子 迟迟等不到兄弟前来 扶晓决定自己带着钱财离开 此时被燕长云发现 燕长云本要借着偷盗之名杀了扶晓 毕竟他知道自己是少主的身份 皇上及时赶到救了小强子 并坦白自己是皇上 难得在宫中遇见臭味相同的人 皇上安排人证明了小强子是纯太监身份 而且钱财之物是他赏赐的并非偷盗 燕长云本要带走小强子 被皇上执意留下他任内侍之职 事后刀哥嘱咐扶晓以后他就是小强子 而且自己以后称他为强哥 毕竟他现在是内侍还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扶晓想起自己被燕身的小太监带到房间时 只是象征性的看了他就说完活了 实在搞不懂那个太监为何帮他 原来那个太监被一个蒙面女人收买 当晚给了封后报酬 次日早朝讨论边境郭震一职的人选时 肖权应好名士认为只有肖勇善战的燕长云胜任 而这个人选遭到全朝堂上的人坚决反对 燕长云并没有因此相信肖权 毕竟当年秦家保家卫国一样被人诬陷 遭到全家灭族 目前和三元已找到 或许能从此去的郭震手中找到线索 小强子看着皇上的饭菜 肚子早已咕噜叫 皇上一人吃乏味 命令小强子一起吃起来 众人吓得瑟瑟发抖 只有小强子借着不抗旨的理由大吃起来 皇上因此也被感染胃口变好 雷豹当年带着少主逃离定国功夫 才为秦家留下血脉 此时雷豹的身份被和三元认出 他一眼就认出燕长云就是当年的小男孩秦眼 见和三元不说幕后黑手 燕长云一根根的掐断他肋骨 和三元去打成招说出郭震手上的御班值有秘密 燕长云立马找到扶晓 让他道出郁班值的下落 眼看要被杀 扶晓坦诚自己得了失魂症 经过御医查验 想要治愈时间还得因缘而异 燕长云为了帮助他找回回忆 于是把他绑在圆盘上转圈 甚至头部扎针 为了躲避长针入脑 他害怕谎称自己想起来了 燕长云见他是真的失忆了 说他已经通过考验了 没有辜负自己的栽培 临死也没背叛他 小强子不明所以 燕长云于是编造出 说他曾是自己的暗卫身份 扶晓直到燕长云在说谎 没有拆除 表面假装遇到亲人 为了不跟着燕长云离开 他向皇上诉苦 说燕长云背后对他用刑 如果跟着他离开必死无疑 皇上为了保护小强子 让他寸步不离 到了翻牌子的时候 上面的牌子全是皇后 为了让小强子领略皇后的风姿 带着他去看看真面目 皇后精心打扮 迟迟不见皇上前来 于是亲自出门迎接 皇上来到后花园 殊不知这里的嫔妃 见到皇上前来 落荒而逃 毕竟皇后的父亲是最大的靠山 无人敢争宠 皇上随皇后离开 自己被燕长云带到树林 模拟当时他刺杀郭震的情景 可他面对一群举刀前来到侍卫 虽然是模拟 但还是害怕的抱头躲了起来 就在要转入下一场景时 他晕了过去 御医验病时一直盯着燕长云 生怕说错话 在扶小离开时 御医说小强子手臂中的红线是毒 如果不解毒 百日后会毒发身亡 小强子与皇上聊天 皇上说一片大好河山 而自己却关在偌大的皇宫 奏折都是经过丞相批改过的 连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太后监视 聊起燕长云 扶小背后评价他的缺点 燕长云此时前来要人 他故意装病让皇上带他离开 丞相痛斥女儿皇后大婚四年镜 一直没有子嗣 导致为大人提议要废后 而萧全让父亲不必动怒 五子寺可能是皇上的问题 父亲警告女儿 如果在五子寺 就从萧家重新选一人顶替他 皇上来到皇后寝宫 他突然含情默默地向他诉说对他的愧疚 并命人搬来安排 决定为他做一幅画 原来为了不同房 是小强子特意之招 本想让皇后躺着为其作画 让他睡着 可迟迟等不到他入睡 皇上倒先困得睡起来 在外等候的扶小被那个女蒙面人找到扶小 递给他一包药 叮嘱他给皇上下药 而且说他胳膊上的毒药再不解毒 就会毒发身亡 事后扶小找到御医 质问他明明自己是中毒 为何骗他是上火 御医说漏嘴 把燕长云供了出来 扶小把刚才女蒙面人给的药让御医查验 得知是让人精神违你的药 并非毒药 就在他纠结是否给皇上服用时 刀戈前来讨水喝 误喝下药水后 随后他煽情地哭起来 说小强子是他的恩人 扶小猜到背后有人不想让皇上有子嗣 决定两头不得罪 就下一点点药 回去的路上扶小遇上燕长云 他故意使伴子把小强子弄到水中 皇后来到太医院 还未开口 御医拿出大补药 保证日后皇上升翁火虎 燕长云带着小强子来到皇上面前 他这次专程来陪皇上打拳 可他丝毫不顾及皇上的身份 连摔了皇上多个跟头 为了让皇上赢 小强子把燕长云的水中下了尾米的药 结果被他识破 将水灌给了他 事后扶小哭着向皇上诉委屈 说自己被燕长云打残了还得不到皇上的眷顾 此时公公送来皇后亲自熬制的大补汤 皇上直接赏给了小强子 小强子喝后身体异常燥热 皇后迟迟等不到皇上 前来撞见皇上与小强子举止亲密 醋意大发命人把小强子扔了出去 小强子迷迷糊糊来到燕长云的宫殿 看着他英姿飒爽 前去投报 被燕长云当场打晕 为了让小强子离开皇上 燕长云派人把举止皇上与他亲密的消息 故意散播到太后那里 那时小强子失去靠山 自然投奔千语位 扶小醒来来到皇上宫殿 说外面都是谣言 他俩怎么可能呢 刚说完 眼睛被沙子迷住 就在皇上为他吹沙之际 太后前来宫殿恰巧碰见皇上捧着小强子的脸 太后当即下令杀了太监小强子 皇上求太后手下留情 就在扶晓被刺白灵之时 他隐隐约约记忆其某段往事 他本能打伤身边的人 此时燕长云前来证明 小强子其实是千语位的暗卫 是保护皇上的 皇上为了保住小强子的命 只好在太后面前把小强子送给千语位 皇上当晚做梦梦到自己被丞相太后等人束缚 眼睁睁的看到小强子被杀 皇后为了缓解皇上梦眼正 派人去接小强子 另一边的燕长云命令小强子今晚与他一屋 还为小强子找来一草席 小强子各种找理由离开 此时公公说皇上病重 强行带走小强子 小强子根据皇后命令为皇上服药 事后再次被燕长云离开 扶晓分析当前去世 皇上病重 他又得罪了皇后和太后 目前只有燕长云这个靠山 燕长云给小强子一瓶解药 还问他是否记恨皇上 毕竟皇上没有救他 害他差点被刺死 小强子说皇上也是迫不得已的 身不由己 说了一大堆同情皇上的话 让燕长云认同了他的看法 晚上小强子趁机逃跑 却被燕长云当场抓回来 既然逃不走 他只好趁他顺熟之际偷拿解药 搜索半天被发现后借口 为他盖被子躺回地铺 小强子被带回千语位 遭到同僚嘲笑 说他个头矮怎能来这里 第一天训练就是负重跑步 他趁机从树林逃离回去找皇上 皇上本以为小强子会记恨他见死不救 可小强子说了一大堆同情他的话 皇上看来没有交错朋友 此时燕长云前来找皇上 故意带走逃避训练的小强子 他为了躲避训练 说他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提议增加同僚之间的凝聚力 燕长云借此让他给全员洗衣服 小强子趁机玩起了泡泡 他开心玩泡泡的模样 让燕长云无意想起小时候 自己重伤走到一百姓家 是好心一家人收留了他 而那个小妹妹玩泡泡的事情让他记忆犹新 他不知为何突然想到那个小女孩 为了离开这里 小强子故意吃饭把饭喷在燕长云的脸上 甚至为他泡了虫子茶 还故意吃点心 把点心扎散落一地 以此让他厌恶自己 为了使用更强的计谋 小强子趁着燕长云洗澡之际 前来为燕长云搓澡 他献殷勤的模样 让燕长云心里发毛 一个太监怎可对他有非分之想 吓得急忙逃离 为大人收到小舅子陈俊才从外国倒腾来的宝贝 准备市面高价售卖 为天交回府 父亲高兴得很 还未说两句 儿子让他准备五百两 魏国公的小舅子陈俊才和方游吸猪银粉 被谦以为带走 原来是这里的眼线通风报信 燕长云要对方游用刑 方游吓得全部招供 说猪银粉藏在印马巷 次日燕长云在印马巷搜出了猪银粉和很多酷云 而魏国公表示有人栽赃陷害 自己再啥也不会坚守自盗 丞相这次不惜提出 当年定国公府也是因为猪银粉 魏国公是否涉嫌其中 未知 皇上将此事交由燕长云调查 为了调查当年真相 燕长云让手下去魏国公府调查账簿 手下勉为其难 毕竟魏国公府守卫森严 燕长云借着军饷发布下了为由 设计把小强子牵涉进来 小强子为了赏金 主动报名接燕长云三招 他耍赖接住三招 前来互不领赏金时 却没了赏银 为了拿到赏银 小强子带头找魏天交索要银两 毕竟他父亲贪污了赏银 被使用激将法的小强子 自信地走到燕长云面前 希望他能体恤下手下 小强子主动报名讨要军饷 原来燕长云也是看在他身后 靠山是皇上的背景 即使出世 也会有皇上保他 众人来到魏国公府 他本来何气的要与魏国公府和谈 却遭到歧视 同僚故意为了保护小强子 与魏国公府的人动弃手来 而燕长云的贴身侍卫 阿诚趁机搜到魏国的密室 偷出账簿 还发现很多酷银 账簿中确实没有记录 有关朱银粉的事情 难道魏国公真的是被诬陷的 小强子押不出场面 跑回来向燕长云通风报信 外面都传是燕长云挑唆故意 对魏国公闹事 魏国公将此事告知皇上那里 太后要把带头的小强子杀掉 皇上一旁求情 而燕长云也说明事情缘由 自己有监管不利职责 愿意替小强子受罚 燕长云替小强子受罚一摆棍 背后已经露出血子 为了提高千语卫的监管 皇上让小强子担任千语卫的监管职责 燕长云这次甘愿为小强子承担罪责 小强子带着诚意来向燕长云道歉 而且亲自为他涂药 小强子掀开衣服一看血淋淋的背 还有很多刀疤 原来他在战场上不仅应用杀敌 还曾用自己的命救过皇上 小强子心疼的为他吹空气 让燕长云不由的想起儿时的小女孩玩伴 小强子穿着都军军服在皇上面前显摆 而且还要一个超大的都军牌 巧声地告诉皇上 他想到一个办法 不仅能解决千语卫军饷的问题 还能解决他缺钱的问题 皇上听完后 总感觉对方是他表叔 有点抹不开念子 江南的睡云提前运到魏国公府 魏国公亲自查验 并签字确认 魏国公主副下属 还按以前的规矩办 发一半留一半 并暗自窃喜 说军饷发不发是他说了算 次日燕长云和小强子领着圣旨来查验睡银办理入库 小强子当场发现部分银子是假的 管家说昨晚入库后一直没动 怎能有假 魏国公表示这部分睡银他根本没见过 定是有人陷害 燕长云直接命人送付 在密室中查到大量国银 燕长云这次没有搜到朱银粉 只是查到魏国公贪污 小强子这个计谋让国银重新回到国库 还领到上次的赏银和军饷 特意从燕长云那里买来了解药 为了活命 只能把所有身家都给了他 就在他要吃解药时 刀割在一旁一颗接一颗的吃起来 原来这个解药人人都有 是御医做的开胃山楂药丸 小强子委屈的拿着山楂丸去质问燕长云 怎么心那么狠 他快要死了 还被他欺骗 燕长云看着哭哭啼啼的小强子 坦承自己根本没有解药 燕长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远远瞧见伤心哭泣的小强子 本想留他在身边打探玉班纸的下落 可现在心里对他如此在意 当晚燕长云为了表达歉意 给了小强子一个玉鼓哨 说遇到危险吹响他 并会出现保护他 早朝皇上选取了户部上书接管国库的监管工作 并顺势把内堂的药职收回自己手中 丞相弹劾燕长云没有能力查清朱银粉 建议调查权利交给刑部 还未等皇上开口 燕长云直接同意 原来他是为了分散敌方的注意力 有利于自己调查家族灭族案 魏天娇因为父亲失职 自己在谦与魏不知如何与同僚相处 这次行动被隐瞒其中 虽然刚开始有点记恨燕长云 但事后一想 也是燕长云为了保护他 魏天娇回到家被魏国公痛骂一顿 说他吃里扒外 辛苦攒的家底都没了 魏天娇劝父亲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并递给他一个铺子房去 让魏国公做自己喜欢的买卖 魏天娇次日来找小强子 发现燕长云的珍藏的玉骨烧在他手里 小强子解释这是自己受委屈了 是燕长云给赔偿的礼物 魏天娇觉得老大偏心 小强子特意吹口哨 燕长云听见口哨立马赶到这里 想问他为何魏天娇没有礼物 为了掩饰小强子的重要性 说人人都有份 于是他房间的宝贝被手下搬空 再次听见口哨响 急忙跑来 小强子说自己口渴 希望为他倒杯水 而且还搬出都君的身份 燕长云见小强子得寸进尺 劝他不要太过分 小强子扛着偌大的都君牌 不断吩咐燕长云洗衣弄饭菜 甚至大庭广众之下 让燕长云为他按摩 之后的几天 小强子不断地吹响口哨 连下面的侍卫都觉得小强子太过分 不过也蹦跋不了几天了 小强子听见同僚这样评价自己 只好爬树为燕长云摘水果 不巧在树上下不来 幸亏皇上赶到 在树下接住他 小强子与皇上出宫 他相中了一些漂亮首饰 谎称自己喜欢收藏 在路上遇见一副女训斥不听话的女儿 吓唬他小心被千语卫抓走 小强子听不惯直接纠正 说千语卫是百姓的守护者 有困难就找千语卫 小强子如此维护千语卫 甚至提议让千语卫出来服务下百姓 毕竟代表的是皇上对百姓关心的形象 燕长云发现小强子出宫买了很多东西 还特意买了软凝糕送给燕长云 并提出千语卫应该为百姓服务 次日小强子带着千语卫来到大街 并让他们扫大街帮助老弱病残 小强子建议燕长云作为老大更应该亲力亲为 刚说完 见到一父亲大儿子 他直接掏出剑指向那位父亲 百姓此时围观 小强子直接把剑夺下 解释是误会 原来小男孩见先生比坏了 特意拿回家修复 可被父亲误认为偷盗 所以才被一顿打 燕长云为了表达对百姓的关心 说如果谁在打儿子就军阀处置 燕长云不但为百姓砍柴 还在大街上为摊主切菜 甚至为小朋友削水果 而一旁的小强子与小朋友玩起游戏 被燕长云看得入神 丞相得知燕长云在宫外忙于琐事 吩咐手下趁机调查朱银粉 丞相让儿子萧全不要去宫中 应重点调查朱银粉才对 儿子反驳 说自己有自己的规划 白师傅一直没有扶晓的消息 就在与徒弟商量如何寻找扶晓的下落时 发现众人被下毒 此时萧全蒙面来到这里 说扶晓失意假扮太监在宫中 因祸得福 他接近了千语位 白师傅说自己已经如此境界了 与他们毫无瓜葛 为何下毒 萧全拿出解药 以此要挟 逼他与自己合作 小强子在一条街发现了很多乞丐 原来这些人是官有之辩的家属 他们被发配终身乞讨 燕长云看着面前的亲属 直接跑过去扶起老者 被小强子误认为是燕长云 为了他才这么做的 背后有百姓乱嚼舌根 说燕长云坏话 小强子气不过要讨打二人 燕长云出面制止他 燕长云亲自照顾这一条街的乞丐 出院来到这里 特意为燕长云带来吃食 他直接将这些吃食分给了乞丐 师妹在大街上暗地找到扶晓 这次他要把他带回山上 扶晓不明白 更不认识他 急忙吹响口哨 此时燕长云及时救了他 师妹剑打不过燕长云 只好脱逃 并说扶晓真的背叛师门 小强子被师妹砸伤腿 燕长云只好背着他回到营里 小强子看着背子傻笑 刀哥见他春风得意 听着他说关于燕长云的事情 感觉他喜欢上了燕长云 小强子立马解释自己是个男人 怎么喜欢男人呢 小强子特意做了一点甜品 半路遇到皇上 被皇上抢了去 皇上务实虾皮点心过敏晕了过去 燕长云及时赶到叫来御医 皇后要处死小强子 幸亏皇上醒来保住他的命 小强子说这次幸亏是燕长云及时赶到 用紫苏叶之救了他 皇上一听 这个过敏的是只有秦衍知道 怀疑燕长云是秦衍 事后小强子感谢燕长云 当得知救皇上是他的功劳后 他猜到皇上已经怀疑自己的身份 既然早晚都会暴露身份 早有应对之法 皇上晚上梦见燕长云承认是秦衍 还被他刺了一刀 惊醒发现燕长云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主动跪下请罪 说曾在街头发现紫苏叶之能救人 于是贸然一事 皇上半信半疑赏了金银给燕长云 皇上特意把小强子叫来用膳 小强子在皇上面前各种夸赞燕长云 皇上侧方面打听燕长云胸前的伤口 小强子从未见过 皇后想念皇上前来找他 意外遇到小强子陪皇上练剑 为了分开他俩 他决定把小强子调到自己身边 小强子半夜回到房间 燕长云质问他为何晚归 小强子表示皇上近日亲自传授武功 相信自己秦家练习 几日后必定能打过燕长云 燕长云怀疑皇上 仍怀疑他的身份 以此用小强子的武功来打探自己的身份 果不其然 几日后皇上让小强子与燕长云比武 而他的武功就是小时燕长云与皇上练习的秦家招数 燕长云猜到皇上意图 故意没有躲避小强子的招数 当场受伤 皇上执意照顾燕长云 并查看他胸口的伤 皇上没有看到燕长云胸口有旧伤 半信半疑的离开 众人离去时 阿诚觉得燕长云的武功根本不可能受伤啊 燕长云此时撕掉掩盖伤口的旧皮肤 幸亏他提前做了处理 以此躲避了皇上的查验 皇上在回宫的路上 想起当年小时候 被他人强行盖上运袭 导致好友秦衍一家全部被杀 每当想起秦衍 心里甚是愧疚 小强子因为比武伤了燕长云 向他道歉 自责自己求胜新强 导致误伤了他 并承诺以后好生照料他并寸步不离 皇后决定要调小强子到自己身边 以此来引起皇上注意 但燕长云那个臭脾气 担心又不放人 燕长云心情不佳 此时皇后没有直接说明来意 而是说来探望他的伤势 见时机成熟 才借口人手短缺 想见小强子一用 回去的路上皇后 没想到燕长云不但答应了 还立即把小强子的行李扔了出来 小强子知道曾得罪过皇后 为了保命 对皇后先是一顿夸赞 皇后心里美滋滋的 并让小强子连夜写出百条 能让皇上高兴的秘籍 次于皇后看着厚厚一叠秘籍 拿出其中一条秘籍立马测试 可身边丫鬟不信任小强子 于是皇后命令小强子先用此条 用在燕长云身上 不一会 只见小强子温柔的找燕长云 燕长云直接把他拒之门外 皇后见失败 只好测试下一条秘籍是否可用 小强子意味深长的拿起匕首 再三求皇后能否放过自己 小强子哭哭啼啼的露出受伤的胳膊 找燕长云 希望把他调回千语位 燕长云远远瞧见伤口心里甚是心疼 可表面严厉的拒绝了他 小强子伤心的回到奉店 表示再也没有燕长云这个老大 皇后见密集失败 于是命人对小强子用刑 只见他被众人按住 羽毛触碰脚底 他哈哈大笑一天 当晚小强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战友们拿着白花前来探望 为天娇说小强子喜欢白花花的银子并非白花 小强子吹了几下玉骨 稍后伤心的扔掉 表示再也不相信燕长云 半夜燕长云来到小强子的房间 为他擦伤 却发现是假伤 生气的离开 小强子醒来发现伤口竟掉色了 还未缓过来神 就被皇后身边的丫鬟催促去干活 为了逃避去皇后那里 小强子特意写了一封词别信 放在燕长云安排的明显位置 可被长盛的书本压在最底下 小强子故意走得很慢 希望燕长云和战友来挽留自己 可走到最后一个宫门也未见人来 失望之际 长盛追来 小强子误以为是来挽留自己的 结果长盛是提审犯人的 小强子顿时傻眼 他自从进入千语位 一直受到燕长云照顾 没想到他竟这么铁石心肠 希望自己离开 那就成全他所愿 小强子独自出了宫门 扶晓出宫 本以为燕长云会挽留自己 可如今自己赌气出来 却无地方可去 清云看到扶晓 急忙介绍自己 并把他带到偏僻的树林 告知他是万事阁的高徒 为了得到扶晓的信任 清云还亮出他手臂的毒症 于是交给扶晓一瓶解药 扶晓得知自己的身份 表示回万事阁 但清云表示大师姐前妻来刺杀他 回去后向师傅办坏他名誉 诬陷扶晓不但忘记任务 还与燕长云轻轻我我 现在他是背叛师门之人 扶晓在清云面前表示 为了证明自己清白 愿意回去杀了燕长云 燕长云无意间在暗台 发现小强子词别信 但此时还需要他身上的秘密 不能离开 小强子走在大街上 他想起刚才清云的话 误以为自己是高手 一出掌 前面的路人倒了下去 误以为自己会绝世武功 殊不知路人是被香蕉皮划倒 小强子回到宫门遇见燕长云 谎称出门为皇后求了姻缘服 而且拿出一本宝册教育皇后 经过小强子再三哀求 皇上终于同一晚上去皇后那里 皇上战战兢兢的坐在床边 皇后色眯眯的看着皇上 最终还是被皇后拿下 次日小强子不停的向皇上道歉 解释自己是为了设计着想 皇上有自己的想法 说自己即使要孩子也不能是香皇后的孩子 万一以后被肖家把持着 岂不是江山不稳 小强子觉得有理 但也同行皇后 说他为了家族来到皇宫 孤苦伶仃的 只音声错了家门 皇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忽略皇后的感受了 于是听从了小强子的建议 拂晓半夜毒性复发 疼痛难耐时只好服用了青云给的解药 燕长云半夜来看小强子 敲门半天无人应答 他只好跑到房间查看 他走进床边无意发现小强子昏迷的躺在床上 身体竟是女人 尴尬之际只好为了保住他性命 急忙为他披上衣服掩饰他女人之身 派医事后为小强子看病 发现毒素得到缓解 但并未根除 燕长云命令他必须研究出解药 小强子醒来发现自己没死 而且胳膊上的毒素不见了 他相信了青云的话 原来自己有家人 但同时想到自己竟是来杀燕长云 内心纠结不知是否应该提醒燕长云有人要杀他 魏天娇和阿诚跟踪方游进到绣庄 行迹可疑 为了查看方游是否背叛千语位 魏天娇本想闯入 被掌柜称男人拒绝入内 于是他想起身材矮小的小强子 前来找他帮忙假扮女人混进绣庄 而且愿意帮助小强子调回千语位 小强子扮成女装混进绣庄 趁掌柜不注意溜进后院 此时方游求主子能救他 他的身份已经暴露 萧全本想借着毒茶杀人灭口 此时手下告知千语位聚集门口 方游一听 急忙向萧全求助 萧全命手下把方游带到密室 小强子来到后院阁楼躲避掌柜的追踪 另一边的燕长云带着一队人马前来 得知小强子穿着女装混进绣庄 燕长云担心有危险 直接命人闯进去捉拿嫌犯 经过一番搜查 小强子从侧门推门而入 悄悄来到燕长云面前 根据他的暗示无意碰触他 被当作嫌疑犯带走 萧全见千语位离去 吩咐手下消停一切活动 并停止售买猪银粉 事后小强子嫌弃燕长云不领清 竟还让战友远离自己 殊不知燕长云已喜欢上他 让下属不准对小强子有亲密主动 萧丞相得知绣坊被千语位闯入 而且得知儿子竟异常出现在绣庄 管家健说错话急忙逃离 晚上萧全与下手谈论朱银粉的事情 被萧丞相听到 怀疑儿子牵涉十五年前的官有之变 并命令儿子对朱银粉立即停手 小强子为了报复白日被燕长云冤枉之事 借着讨教武功为由 大喊燕长云非礼他 就在两人争辩之际 初月出事的消息传到燕长云耳中 初月被妈妈要求接客 她哭着说自己是燕长云的女人 是不会接待其他人的 燕长云及时送来月银 并关心初月 妈妈见状时去的退下 此时小强子跟踪燕长云来到封月场所 见不惯二人轻轻我我 直接骂燕长云对不起统领身份 燕长云见小强子如此放肆 直接把他这个太监骂走 而小强子的女生被妈妈识破 小强子为了报复燕长云 特意在他房间布置了机关 事后一想燕长云曾救过自己 不忍心他受伤 再次返回告诉他屋内有机关 并坦诚清云师弟曾找过他 并告诉他真相 他是来杀他的 如果想要回师门必须杀了他 经过多日相处 知道燕长云是好人 自己并不想杀他 看着面前真诚的强子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大仇未报 出院和雷叔还在受苦 怎么儿女情长呢 燕长云拼命地训练 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动心 小强子在门外不停地向燕长云道歉 其实燕长云根本不在房间 在远处悄悄地观察着 自己不敢面对小强子 极力克制对他的感情 方游疯疯癫癫来到街上 大喊要生鲜 随后口吐鲜血倒在路上 此时阿诚和千语卫的人 恰巧出现在这里 而刑部的人此时赶来争夺尸体 萧承向前来质问燕长云 为何擅自运走方游的尸首 两人各执一词 甚至闹到皇上那里 皇上提前得知消息 为了躲避二人藏盗到皇后那里 萧承向和燕长云来到皇后寝宫 小强子不惜拿出打扰皇上 和皇后的罪名可不小 萧承向只好作罢 小强子极力阻止了萧承向 皇上甚是高兴 刚坐下不久 萧承向拿着空白圣旨反攻 还搬出先皇的旨意 说自己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萧承向喋喋不休的样子 让皇上想起小时 萧承向就用过此召害秦衍一家 皇上再次被迫按下御许 当晚萧全把猪银粉的人名单交给父亲 而萧承向为了独子 愿意保他而陷害忠良 萧全说父亲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他却不屑这样的职位 他要坐最高的位置 萧承向没想到儿子竟想谋权篡位 警告儿子不能毁了萧家历代忠臣名誉 萧承向连夜在空白圣纸上书写起来 皇上悲痛的饮酒 他这个皇上过于窝囊 自责从小被当成傀儡 不知秦衍在天之灵是否恨他 一旁的燕长云响起二人小时约定 安慰皇上 不要放弃 必定能找回失去的一切 皇上记恨萧承向 此时皇后专程送来补药 皇上含心的吃下补药 愤怒地让皇后在大堂之内宽衣 成全他同房的心愿 方游的尸首被刑部的人带走 而燕长云并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狐狸尾巴快现身了 皇上醒来 询问小强子 昨晚的举动是否过分了 小强子说了一大堆皇上的错 皇上意识到自己错误 鉴于自己身份 不想放下身段道歉打算用皇后的心愿来弥补 皇后一直想回娘家 忠于所愿 魏天娇和小强子一路互送 小强子打算今晚窃取朱银粉名单 皇后人在萧家 心里却一直惦记着皇上 小强子让皇后不必过于担心 毕竟皇上身边有一堆人伺候 萧全来到院子和皇后妹妹聊天 小强子顺势退下 哥哥送给妹妹一个香囊 是十四岁的礼物 当时因为皇上不喜欢这个味道 皇后才把最心爱的香囊放到家中 小强子在丞相府伺机寻找名单 另一边的燕长云无意得知 小强子早已混进丞相府准备拿名单 燕长云担心小强子出事 立马潜入丞相府 小强子偷完名单出来被学位发现 幸亏被燕长云一把拽进在角落 萧丞相发现名单被偷 加大搜索范围 萧全怀疑是家贼 建议所有人集合 而此时小强子没有出现被萧全怀疑 小强子酿酿腔腔的赶来 表示刚才去茅厕了 而萧全认定他鬼鬼祟祟有问题 要抓起来拷问 此时皇后出面为小强子做担保 暗处的燕长云为了排除小强子的嫌疑 故意在逃跑的时候制造动静 巡卫们急忙去追赶 萧丞相悄悄派萧全提前行动 务必把名单上的人除掉 而另一边燕长云可借着朱银粉之势 把名单人收监 两方人员开始了较量 名单上的人一部分被萧全提前下手 一月未眠的小强子听见玉鼓哨 急忙跑出丞相府 果不其然 燕长云在远处等他 他急忙跑过来各种关心他 燕长云感谢他拿到名单 并主动送他回宫 萧丞相得知昨晚燕长云半路拦截很多名单之人 背后定是有皇上撑腰 萧丞相要弹劾燕长云 当初本来想借着横尔控制皇上 哪怕生个龙子也行 这样直接辅佐小孩上位 没成想大女儿竟不成气 再这样下去 就让二女儿进宫顶替他 皇后横尔听见父亲竟对自己如此 伤心的离开回皇宫 手下前来找萧全 原来萧全给父亲的是假名单 目的就是借父亲之手大闹一下 迷惑燕长云 并且能掩护自己的人继续制作猪银粉 猪银粉是他养活手下的唯一来源 谋划多年怎么中断 燕长云送小强子回房间 发现他躺在床上模样 让自己无法自拔 急忙逃离现场掩饰心跳 燕长云根据供词发现 捉拿来的人竟是无关人员 而且还和萧家有些恩怨 没想到这次竟被当见识了 萧丞相上奏折弹劾燕长云 皇上觉得萧丞相定是感觉痛了 要不然不会主动弹劾 燕长云此时把抓错人的消息告知皇上 皇上秘密派燕长云严查萧丞相 暗自寻找证据 小强子回到千语卫厨房 感叹还是这里的伙食好 魏天骄为了证明伙食差让小强子品尝 结果两人共喝一碗粥的情景被燕长云发现 当众吃醋 借着服务不到位乏为天骄跑步 皇上心血来朝亲自扮演女爵唱戏 声音和动作唯妙唯笑 小强子间接询问皇后自己是否透露女人气息 皇后上下大亮了一番 摇摇头 小强子暗自感叹自己扮男人太久毫无女人气息了 难怪燕长云对自己如此这般 萧全要把妹妹最心爱的玩具送进宫 此时萧丞相骂儿子不务正业 整日想着进宫 而萧全当众反驳父亲 他清晰记得 小时被父亲择罚皮开肉栈 还被关进柴房 全府上下 只有恒儿照顾他陪伴他 所以那时发誓 一辈子保护妹妹 父亲脱口而出 说恒儿并非他娘所生 而萧全早已知晓恒儿的身世 是父亲当时贪恋美色强行霸占一个女人 而那个女人生下恒儿后被杀 他此时说出连父亲都不知道的事情 那就是恒儿并非他女儿 之前那个女人早已有了身孕 萧全对恒儿早已超出妹妹之情 他要坐上龙椅 给恒儿名副其实的皇后之位 此话一出父子产生争执 赐予燕长云来拜见萧丞相 萧全亲自引路 敲门半天无人应答 推门而入 发现萧丞相的尸首躺在地上 而且旁边有血迹写着官有二字 萧全在抱着父亲尸首痛哭 燕长云立即封锁现场 皇上听闻萧丞相死讯 召开意识 表象悲痛欲绝 并把调查凶手之事交由燕长云 而萧全却要为父亲报仇 亲自调查 而且指责凶手定是与官有之辩救人有关 皇上下令所有人都可以查案 抓到凶手之人有重赏 萧丞相的葬礼上 百姓议论纷纷 传言萧丞相是被定国公府的勤言所害 此时燕长云带着人马将萧丞相的遗体带走 萧全向皇上告状 并说燕长云在公报私仇 而且父亲临死前写下官有二字 定是与定国公府救人有关 皇上为了安抚他 同意让燕长云归还尸体 燕长云在萧丞相的遗体中发了头发间 有女人的香粉 而且胸口的致命伤并非武功之人所为 皇后因为父亲的离世而伤心 没想到上次回娘家竟是最后一次与父亲相见 现在他不但得不到皇上的喜欢 还失去了娘家的靠山 说起这些往事 小强子感同身受 与皇后一罪方休 承诺为皇后梳洗打扮 势必让皇上喜欢上皇后 皇后亲自为小强子上妆 甚至夸赞小强子比女人还美 醉酒间小强子承认是女人 而皇后却不相信 小强子最熏熏的从凤殿走出来 被远处的皇上看见 他的模样让皇上心动 当晚画了一幅小强子女人的画像 希望这个知己能变红颜 燕长云在凤殿外直接把小强子扛走 回到房间 小强子拉着燕长云的手 坦承自己是女人的身份 刚要说出喜欢她的话 被燕长云及时制止 而小强子却直接亲吻了上去 燕长云终于不再掩饰内心情感 热情地回应她 次日浮晓醒来 想起昨晚亲吻燕长云的情景 安慰自己绝对是梦 可敬忠的自己 却提醒自己昨晚不是梦 而她还向皇后说了她是女人是事实 万一皇上知道 那岂不是欺君 萧全照顾妹妹休息 此时小强子担心皇后 前来探望 无意间在门缝看见萧全偷吻熟睡的皇后 小强子本想立即告诉皇上 可觉得不妥 有损皇后清誉 就在纠结之际被皇后丫鬟雪如看见 萧全走出来 小强子强装镇定 让萧大人为自己做主 因担心皇后身体特前来探望 结果刚到门口就被雪如一顿骂 自己甚是委屈 萧全见刚才行为未被小强子知晓 把雪如训斥了一顿 萧全来到封月场所 初月立马派人为燕长云通风报信 此时刘大人和朝廷官员在包间商讨 替代丞相一职 萧全带着他们的收贿证据来到包间 他们的把柄被萧全拿捏不敢造次 而刘大人在见到夫人的血戒之后才消停 初月偷听萧全他们的谈话 被萧全发现 宁人调查初月的底细 萧丞相失手上的香粉被为添椒找到 原来是宫中之物 燕长云让他去调查此物所用之人 初月连夜冒险来见燕长云 并把偷听到信息告诉他 而他们的见面早已被萧全知晓 而且初月是雷豹的女儿 萧全知晓 燕长云关照官有救部之人 让手下钉紧初月 魏天交满宫调查女人的香粉是被萧全知道 他准备利用这个香粉嫁祸到初月身上 就当铲除官有余孽了 次日满朝文武推荐萧全接任萧丞相的职务 只有燕长云一人反对 其他大臣因把柄在萧全手中 全部支持他接任 萧全接任 萧全接任丞相执权被皇后知晓 担心哥哥会如同父亲般 日后对皇上不敬 小强子一旁劝戒皇后与萧全保持距离 毕竟外臣出入后宫 余礼不合 这话被萧全听见 在回去的路上半路劫小强子 小强子再三发誓 不会把那天看见的说出去 小强子知道萧全不会饶了自己 他边逃命边吹起玉骨哨 燕长云急忙赶来 看到躺在地上的小强子 急忙送回房间 提前为他包扎并嘱咐太医是个聪明人 扶晓重伤梦见小时候父母被杀的情形 他在梦里让小哥哥快跑 昏迷步行嘴里一直念着燕长云的名字 燕长云心疼地握住他手 皇后得知小强子重伤 去探望小强子的路上遇到哥哥 萧全谎称要去找皇上伤事情 为了一探究竟小强子是否死亡 与皇后一同前往 扶晓醒来 燕长云亲自喂药 他看着身上的衣服 得知燕长云为他替换得害羞不已 皇上此时前来 燕长云急忙为他盖好被子 生怕被皇上知晓小强子女人身份 皇上问小强子是何人伤他之时 小强子刚要开口 此时萧全和皇后前来 萧全假惺惺地关心他 他本来幻想指认萧全是凶手 可怜累了皇后 小强子为了保护皇后 只好说没有看清凶手的样子 皇上要接小强子回宫疗伤 燕长云借着伤势太重不能魔动为由 留下了小强子 萧全临走前用那种眼神看向小强子 让他害怕不已 萧全出宫知道小强子是扶晓 毕竟他是白衣的人 这次没有指认他是凶手 说不定他有所顾虑日后必定有用 还不能对他动手 魏天娇通过勘查现场 发现小强子是被赎原作案 将此事告知燕长云 还说小强子肯定隐瞒了什么事情 燕长云私下询问小强子是否认识凶手 可他不愿透露 表示这个仇日后并定汇报 燕长云退去小强子的衣服 为他上药 他之所以隐瞒他女人的身份 谎称是为了千语卫 不愿千语卫的失职被责罚 出越外出 遇到一对父子故意找查调戏他 远处高手用石子打了二人 肖全见背后有人帮助出越 直接让雪英出面解围 出越感谢肖全搭救 燕长云猜测 肖成像死后获利最大的人就是肖全 而他最近行为可疑 此时阿诚来报 出越被肖全盯上了 联络取消 出越在郊外良平为肖全弹奏 肖全夸赞他的情谊 感叹不愧是雷豹之女 出越犹豫片刻 知道身份暴露 承认自己好久没有听到父亲明慧 肖全特意打赏出越 还承诺为他洗清冤屈 小强子伤势痊愈 碰到清云放心号约自己 他急忙跑到街头地点 他向清云表述了燕长云近期对他的关心 而清云怀疑燕长云在使用美人计 扶小巴不得他用此计 他要将计就计 而且还要反击 他无意间碰见燕长云走进清楼 抛下清云跑向清楼 燕长云让出越离开这里 并给他一个新的身份 而出越不想离开 担心自己离开会连累他 他亲手为燕长云做了一件衣服 刚拿出来 被燕长云拒绝 小强子在走廊遇到燕长云 骂他有钱没地方花 进来这个地方 此时出越抱着衣服追向燕长云 小强子直接抢过衣服与他离开 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妈妈此时走过来告诉出越 小强子是个女人 不要把燕长云这个摇钱树弄丢了 皇上燕晚来接小强子回宫居住 他和燕长云一言一语把皇上哄骗了回去 次日小强子锻炼 燕长云前来关心 却遭小强子吃醋地提起出越的衣服做 事后小强子为了证明自己比出越强 特意根据书本学习做衣服 本来要做外套 后来衣服越做越小 变成了一块布料 皇上为了让小强子回到自己身边 特意派人谎称自己生病 小强子赶来探望 前脚刚与皇上说了两句话 后脚燕长云带着驱太医前来 太医把脉抬头看见皇上的眼神 谎称皇上得了很严重的风寒 小强子一听 急忙扶皇上休息 燕长云顺势让小强子这个外人不要轻扰皇上休息 强行带走 小强子和小强子一边回迎一边争辩 燕长云怀疑皇上抹粉装病 一句男人也可以抹粉的话 引起燕长云联想到杀害肖丞相之人可能是个男人 燕长云进化好了一切 为出越讲解他全身而退之法 可出越并不想离开 此时小强子借着送点心之计来到出越面前 燕长云直接让小强子出去 从他的表情中 出越发现他对小强子感情不一般 小强子在房间整理妆容 觉得自己比出越好看多了 此时皇上前来找他 无意间看到小强子竟是女人 他惊慌失措之际碰到燕长云前来 他向燕长云侧方面打听小强子的事情 燕长云总感觉皇上画里有画 事后燕长云回到房间 发现小强子打扮成女人的模样 他立马猜到皇上刚才为何这么问了 他凶巴巴的警告小强子以后不准放下头发 两人争吵之际 燕长云的荷包掉落 被小强子捡起 看他在意的表情 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荷包重要 这个荷包是小时玩伴小妹妹送的 他亲自秀了属于荷包送给他 二人还约定了婚约 皇上连夜画了一副小强子的画像 觉得他在千语位不方便 本想接进宫 但转念一想太后会欺负他 觉得让他暂且留在千语位比较安全 还自信满满的以为小强子是为了追求他 而进宫当太监 陪在他身边 次日皇上不但前来帮小强子打水 还拿了好多吃食给他 小强子故意在燕长云面前夸赞吃食很好 还特意为了阿诚一口 此举动立马引起燕长云和皇上吃醋 小强子为了抱歉几日他为出越他们之仇 故意和皇上回到宫中 让燕长云守门 次日燕长云特意给小强子带了包子 阿诚以为火防金玉做包子了 前去拿时却发现没有 晚上燕长云把自己的被子给了小强子 自己动得哆哆嗦嗦 小强子说他不必掩饰了 自己分明在他心中有分量 燕长云害羞地承认他是他的人 此话一出 小强子感动地为他盖被子 初越按照计划去魏国公府 而马车上的雪英把初越强行带进了萧府 初越委婉地说受到魏国公府邀请 本想借口离开却被萧全留下抚琴 萧全这次就是要利用初越是官有救人的身份 引出其他救人相救 而自己来个瓮中捉鳖 太后来到皇上请宫 发现安排上小强子女人的画像 大发雷霆 小强子在房间偷偷为燕长云绣荷包 此时喜摸摸带人带走了小强子 他特意意味深长地告诉阿诚 受到太皇太后邀请 阿诚一听不妙急忙告诉燕长云 而此时初越被萧全透压的事情也传来 燕长云选择去救初越 而让阿诚尽快找皇上救小强子 小强子被带到宫中 直接验证女人身份 太皇太后下令要处死小强子 怀疑他图谋不轨 此时皇上赶来 为了救小强子 谎称小强子怀了龙子 太医起来把脉 小强子用眼神提醒太医 他的命就指望太医一句话了 太医看向皇上又看向太后 战战兢兢地说出已有二月身孕 太皇太后调来一史房记录 发现他们二人曾五日单独在一起 太皇太后看在龙子的份上 欣然接受了小强子 并留他在宫中 半夜一行人前来相救初越 此时冒充初越的雪鹰在院中弹奏 雷叔等人中了埋伏 死的死伤的伤 雷叔被手下的人强行推走 而被擒的人坚决不透露雷叔的下落 此时燕长云带着千语卫来接初越 而萧全却称初越是官有救人 如果接走就承认他与官有有关 雷叔手下为了保住燕长云名声 大骂他与萧全勾结 结果被萧全一怒杀死 初越出来告诉燕长云 愿意一死来证明燕长云的清白 燕长云鉴于萧全执意扣押出越 直接以案发现场为由封锁萧府 而萧全为了扳回一局 让手下把这些失手丢到乱葬岗 皇后以为扶晓真的怀了皇上的孩子 当众撕毁手帕与他恩断一绝 燕长云自责没有救下秦家救人 表示与萧全不共戴天 扶晓因为怀上龙子 被赏赐众多金银财宝 他欣喜懦狂的把首饰带在身上 准备去千语卫炫耀 千语卫得知小强子甚是吃惊 更吃惊的是他成了皇上的女人 扶晓特意来到燕长云的房间 还故意把首饰露出来 而燕长云因为秦家救人被杀之事 独自在房间喝起闷酒 扶晓误以为他因为自己而喝酒 还让燕长云在他侧封之前挽留他 面对扶晓的询问 他心里回答了喜欢他的话 可是为了让他在皇上身边安全些 说出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 扶晓哭泣离开 燕长云自卑 连秦家都保护不好 怎么有资格喜欢他 扶晓化伤感为食物 他独自吃了一桌子食物 刀割让他别撑坏了龙子 扶晓特意向皇后赔罪 而皇后因为扶晓一直欺骗他而生气 亏自己还把他当作朋友 扶晓为了表达歉意特意把皇后的手帕缝不好 皇后看着如此笨拙的手工 被逗笑了 皇后摸着扶晓的手发凉 嘱咐下人务必用心照顾扶晓 扶晓醒来受到后宫的嫔妃照服 不管吃饭还是走路都被限制 扶晓终于受不了 求皇上能放走他 而皇上分别做了每个月份的枕头 以此让扶晓放在肚子上 甚至连生铲时 嘱咐太医说扶晓怀的是哪吒 肖泉在朝堂上询问自己是否逆沉 现在被燕长云处处排挤 连肖府都不能自由出入 燕长云反驳他做贼心虚 而肖泉却拿出月的身世 扣上与反贼的勾结的罪名 燕长云表示出月是被官有之辩所牵连 从卷宗棱查到 指责肖泉接提发挥 皇上缓和二人关系 谁也不得罪 皇上公不服小怀龙子 想纳飞 而遭到大臣反对 连太皇太后也前来反对 后宫从未有龙子 众嫔妃高兴不已 连皇后都忍不住摸着扶晓的肚子 说南国终于有后了 务必让扶晓好好照顾龙子 皇后真心替扶晓开心 毕竟他现在也得到皇上在意了 并没有因为龙子而冷落 扶晓看见远处的燕长云 谎称肚子不舒服借口去找燕长云 半路遇到皇上 得知燕长云因为出月出世而心情不佳 而且上次同时出世燕长云选择就出月 雷叔藏在燕长云的密室养伤 嘱咐燕长云不能忘了扶晓的身份 毕竟是个杀手 一旦恢复记忆后患无穷 燕长云还需要打探玉班纸的下落 不能杀他 远是对他动心的事实 燕长云表示自己不会儿女情长 毕竟小时候连累一户农家 肖全怀疑燕长云就是秦衍 把此事告知白衣 而白衣表示 当时是他亲手杀了秦衍 还跌落悬崖 肖全表示只要他坐上南国龙位 必定帮他夺下宁国江山 皇后希望哥哥肖全能帮扶晓去太后那里求册封 哥哥无奈只能勉强答应 可事后安排皇后的贴身丫鬟雪茹除掉龙子 扶晓不明白 皇后明明爱皇上 怎么能容忍别的女人争宠呢 半夜蒙面女人再次找到扶晓 扶晓念她是同门之人故放下戒备 可蒙面女套出匕首时 扶晓警觉性还手并撤下对方的杀金 此时燕长云也赶来相助 雪茹被抓 谎称自己替皇后打抱不平 皇后对扶晓那么好 竟争宠 皇后不相信一起长大的雪茹竟有如此想法 燕长云要带她回去审问查出幕后主兄 而雪茹为了保护萧全 直接以死保护 皇上悠闲地喝茶 扶晓前来指责她怎么用心思喝茶 雪茹死了皇后伤心不已 公公斥责扶晓不懂规矩 而皇上却让公公好好对待太子的娘亲 扶晓一听 立马要摘除假肚子不要再装了 皇上说假运一旦泄漏 他必死无疑 扶晓为了弄掉龙子 策划假摔 可刚站到桌子上 迎面遇到萧全 他故意走向他 就在二人擦肩而过之际 扶晓假摔抱着肚子大喊疼痛 顺势把这个罪名扣到萧全头上 驱太医为扶晓把脉 迟迟不敢说诊断结果 一边是太后 另一边是皇上 还有扶晓一直在说皇子保不住的话 而皇上却说 龙子是真龙天子 怎可那么轻易保不住 太医转念一下 十个月后也是死 干脆这次借着这个事说出自己无能为力 太后一听 龙子没了 给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削发维尼 另一个是刷公筒 扶晓毫不犹豫的选择刷公筒 他因为卸下假印的事情而轻松 高兴的涮公筒 皇上前来质问他 自己有那么差吗 扶晓说自己既不喜欢钱也不喜欢钱 燕长云前来叮嘱扶晓 他不该把流产嫁或消权 让他陷入危险之地 可扶晓并没有领情 两人争吵起来 扶晓偷闲客瓜子 遭到其他宫女的嘲讽 扶晓不甘示弱与众人动气手来 无缘无故被这些宫女破相 扶晓心存感激 只有他对自己不离不弃 刀哥说自己其实是受燕长云拜托 才来的 扶晓偷偷笑起来 宫女再次来找茬 扶晓的饭菜被打落地 他刚要反驳 燕长云的出现吓走了宫女们 宫女们三人因为没有完成冯公公交代的事 没有成功把扶晓逼回皇上身边 另一边还得罪了燕长云 两边都得罪了 三人不知如何是好 贵在那里希望能躲过处罚 可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被扶晓听到 怒气冲冲来找皇上 冯公公见事态不对急忙逃走 扶晓没想到皇上竟为了让他回到身边 竟是如此卑劣手段 争执了几句寒心离开 燕长云在调查记录中发现冯公公用彩粉了 询问萧承向死的当晚皇上在哪里 为天交回忆那晚皇上化着女装为皇后唱戏 连冯公公公也不在身边 次日冯公公亲自替扶晓分担刷公筒 希望他能回到皇上身边 皇上亲自来向扶晓道歉 而他却称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皇上被拒后离开 扶晓本想借机让皇上意识到错误 可发现行为太过 急忙去追皇上 其实也是为了早日脱离刷公筒的差事 朝堂大臣提议杀光秦家余部 遭到皇上严厉拒绝 其实这个计谋是萧全策划的 以此逼出秦眼 燕长云前来找皇上 说找到了杀害萧丞相的凶手 那人就是皇上 并说出自己的推断 财坟只有皇宫所有 而且杀人之法毫无力气 加上上庄畅戏也是为了掩盖身份 畅戏之人并非皇上而是冯公公 皇上赞叹燕长云的判案如神 说那晚去找了萧丞相 可两人起来争执 他生气离开 而宋庭自作主张杀了萧丞相 并嫁祸官友救人 皇上鉴于萧丞相的官友顺便查下官 有救事 没想到弄巧成拙 反而害了那么多人 他从未想过定国公与朱银粉有关 燕长云听见皇上相信定国公 心生感激 燕长云觉得宋庭背后肯定有人之招 皇上也怀疑宋庭背后之人是萧全 可自己无能无力 燕长云向皇上讨要凶器 他决定压压萧全的气焰 燕长云向皇上求情 希望他能保住出月 燕长云把凶器交给阿诚 让他藏在宋庭的房间 阿诚担心得罪萧全会给燕长云很大的压力 可燕长云顾不了那么多了 次日宋大人依旧提议斩杀秦家于念 此时燕长云说在宋家府底搜出杀害萧丞相的凶器 而且在萧丞相的指甲中搜出一根丝线 这个丝线来源于宋庭的左肩 萧全说仅凭一根丝线判定宋庭是凶手 太过于敷衍 此时燕长云拿出一本宋庭攀腐册子 说一分赃怀恨在心 而且借着杀人直接嫁祸秦家 目的是一箭双雕 皇上大怒 宁人按律法办理宋庭 初月在牢中受尽折磨 燕长云拜人相救 而萧全早已在此等候他劫狱 燕长云搬出圣旨 没想到让萧全失望了 皇上告诉拂晓 燕长云干了一件大事 不但捉了八贪官宋庭 还救出他心爱的女人初月 初月被皇上特赦恢复自由身 燕长云把他带回家安排在后院 扶晓听闻及时赶来 拉着初月的手不停地关心 而且还一口一口叫着长云 目的就是让初月退出二人感情 燕长云的移花揭幕之际 顺利把萧全的走狗宋庭定为杀萧丞相的凶手 顺利铲除朝廷一大要害 扶晓本来对初月住进燕长云府中耿耿于怀 皇上此时哪壶不开提哪壶 谈论初月这个女人 甚至为了让扶晓留在他身边想给他一个女官 但被扶晓拒绝 萧全准备利用宁国的公主嘉阳来制衡燕长云 特意在朝堂上禀报下个月迎接仪式 大臣们不敢贸然接待 嘉阳地位极高而且增客死三个驸马 众大臣百般借口推辞 事后皇上因为无人接待嘉阳公主之事大发雷霆 冯公公提议由扶晓接待嘉阳 以此戴罪立功 也能顺利离开镜房 扶晓高兴地接下此差事 而且穿着官府到千语未炫耀 燕长云提醒扶晓不能接下此活 毕竟嘉阳名誉不好 而扶晓却不以为然 扶晓和燕长云二人在宫门口隆重接待 此时白衣和徒弟李二也在暗处观察扶晓 李二向师父白衣告状 说扶晓看向燕长云的眼神分明爱上对方 已经被叛师门 而白衣警告他不可妄自揣摩 嘉阳走下马车 伸手示意让扶晓搀扶 而燕长云从他手中发现长期服用猪银粉的症状 主动搀扶他 扶晓看着如此殷勤的燕长云 心生醋意 白衣希望李二和扶晓一直相亲相爱 相互扶持 在他百年之后也算安心 嘉阳代表宁国前来商议开通商通之路 皇上及文武百官热情款待 一曲完毕 嘉阳提议由宁国男子表演舞剑 而四人在表演之际 两人的剑断裂朝皇上和扶晓飞去 皇上强装镇定 幸亏燕长云用酒杯打落飞剑 而扶晓也被燕长云救了一次 燕长云直接命迁与卫拿下宁国男舞机 嘉阳见状亲自道歉 并献上宁国贵族专享贡品玉带乡 此乡抬上来 众人感叹这乡非凡绝品 而燕长云却紧皱眉头 嘉阳提议燕长云作为他在南国的贴身保镖 扶晓逾一个站出来反对 燕长云也觉得不妥 而皇上出于私心 巴布的燕长云被嘉阳看上 见识扶晓就是他的了 欣然同意燕长云做嘉阳贴身保镖 事后嘉阳借着醉酒倒在燕长云身上 燕长云发现他手上有一个红印记 为了调查朱银粉特意送他回房间 嘉阳百般借口让燕长云进房间伺候 燕长云发现公主身上有一股奇香 公主特意送燕长云一盒 经过扶晓从中阻拦 顺利让公主独自回房间 而燕长云拿着玉带箱离开 白义与萧全见面 质问萧全为何利用嘉阳 明知道嘉阳是他姐姐 萧全提醒白义 当初他被赶出皇宫 而嘉阳并未帮忙 白义念及亲情 提醒萧全不要太过分 辅小研究发现嘉阳之所以受到男人喜欢 定是因为这个香 于是他和刀哥把屋里点满了玉带香 燕长云告诉魏天娇 公主手上的红色印记 与小时候杀她的人是同样的图案 魏天娇分析可能是饮酒后体温身高印记显现 并提议前往宁国调查 此时浮小被香薰醉 在燕长云面前封起来 还拉着他的手想与他远走高飞 而燕长云何尝不想 承诺找出幕后黑手后定给他一个交代 嘉阳多年未见白义 向他表达歉意 并想带他回宁国 并会护弟弟周全 而白义早已适应南国生活 而且自己已经无法走路 不愿离开 屈太医仔细咽了玉带香 并没有发现异常 燕长云决定多派几个调香师协助查验 扶晓借着送早餐之际来探望燕长云 发现他未在房间 只好端着早餐返程 路过公主房间发现燕长云与公主在一起用餐 他躲在门前被公主发现 邀请他一同就餐 饭间被提及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时 燕长云直接说喜欢公主这般欣喜百姓之人 燕长云陪同嘉阳公主外出购物 只见他随意一直买了众多礼物 还买了价值八百两的腰带赠予燕长云 整整一天的逛街扶晓成了陪同 事后扶晓为了证明比嘉阳强 开始锻炼减肥 下定决心减掉五金 为了让自己有动力 还与朋友打赌 众人为了拿到银子 每天在他面前啃肉 刀哥现在每日沉浸在薰玉带香中 还说自己精神气爽 此时扶晓在运动的时候无意间闻到香味 顺着香味来到公主的院子 他看见一桌子烧烤 忍不住吃起来 扶晓悄悄问公主为何喜欢燕长云 公主说他眼里有光 而且自己并非抢求他们 是自己的魅力所致 扶晓说最近精神不佳 公主送他一盒玉带香还特意送给他一些面霜 扶晓高兴的抱着面霜回去 燕长云把玉带香拿走 说这个东西他不能用 萧全与大臣商量的通商协议交给皇上 皇上表面夸赞 事后让燕长云查验 通过协议发现每条里面都有玉带香 觉得这个香可疑 刀哥脸色难看 萧瘦了许多 还经常犯困 扶晓通过多日减肥竟毫无效果 反而胖了三斤 魏天娇让他愿赌服输 他假装可怜 奈何朋友不上当 扶晓只好交出银子 这时燕长云走来说这里禁止打赌 还颁出规定罚他们 魏天娇他们不但没有拿到钱 反而自己搭进去了不少 事后燕长云把罚款转交给扶晓 让他去买吃的 扶晓一听都是自己爱吃的肉 高兴的离去 这时遇到公主前来 他含情默默的邀请燕长云去宁国 扶晓愤怒的离开 扶晓含心的来到初月的房间 初月咸心意志的抚琴 扶晓将现在嘉阳对燕长云的所作所为告诉初月 初月却不以为然 妄忧一直陪伴初月 燕长云特意为他赎身 接到府上继续照顾初月 妄忧的到来让初月很高兴 扶晓特意穿着官服去抢燕长云 来到军营后 突发奇想 准备挑一些健壮的侍卫去用美男技勾引公主 这样燕长云就是他的了 经过扶晓苦口婆心的劝说所有人都不愿报名 唯独长盛踊跃报名 为了让长盛有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特意安排几人去调戏公主 长盛此时出现 成功打倒了几人 依照计划抱着公主 可镜头一转 公主的贴身是为把长盛当成主谋 狠狠地揍起来 半夜扶晓来找公主 故意在他面前说燕长云的坏话 公主反而觉得他的行为更加引起了自己的兴趣 扶晓没想到这次弄巧成桌 公主却说扶晓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燕长云得知扶晓去了公主房间 直接把他带走 事后本想骂扶晓 可扶晓说出自己的感受 让燕长云忍不住抱住他 扶晓乔装成蛮人领着公主身边的四男子来到青楼 他这次利用他们下手找到有关公主的秘密 这时肖全的管家从楼下下来 被四男子质疑认出 急忙过去打招呼 而管家谎称从未去过宁国 这一幕被扶晓看到 事后悄悄把这个事情告诉燕长云 燕长云其实早就知道肖全与宁国有关 为了不让扶晓牵涉其中 故意否决了他的猜测 还警告他不准多管闲事 扶晓没想到自己好心竟得到这个结果 生气的离开 管家把今日在青楼遇到扶晓和四男子的事情告诉肖全 肖全嘱咐管家暂停一切事宜 还把密信尽快交给家阳 嘱咐他不管皇上提出什么要求 公主都要答应 断不可坏了大计划 必须保证顺利签约 此次皇上借着通商协议趁机提高五成关税 没想到公主爽快答应 但他还提出一个条件 就是让燕长云当驸马 皇上决议让燕长云去宁国和亲 其实自己是出于私心 希望扶晓回到他身边 燕长云坚决不同意 可皇上称宁国都答应了五成关税 这个和亲他不答应的话 怎么治理国家 燕长云心事重重地出宫 他很想从公主身上查到朱银粉的事情 可是自己却不想与他成亲 燕长云恋剑公主在一旁夸赞 此时皇上前来找傅晓玩耍 于是四人一起踢剑子 结果公主和皇上根本插不上脚 索性在一旁看着 傅晓和燕长云一来一去的踢着 事后皇上告诉傅晓 燕长云已经同意去宁国和亲 傅晓不相信 当面找燕长云质问 燕长云本想告诉他自己迫不得已 可公主在门口偷听 他改口说自己是自愿的 当晚傅晓找出院买醉 燕长云看着醉醺醺的傅晓 心疼的拨弄他头发 说出对他自己的感情 次日傅晓留下词别信离开 一旁的杀手按照雷叔的指示监督傅晓 毕竟傅晓知晓燕长云的真实身份 必须灭口 燕长云回到房间发现傅晓的信 还看到了他绣的荷包 上面的属于花和小时候那个小妹妹绣的一模一样 他立马猜到傅晓就是他一直寻找的小女孩 傅晓半路被雷叔拦截 他立马吹起玉骨哨 燕长云此时赶来 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 傅晓抱着燕长云大哭 说差点死了 燕长云此时再也无法掩饰情感 直接亲吻了他 回去的路上傅晓一直牵着他 燕长云保证不再去宁国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与他一起共同进退 傅晓为了让他继续调查朱银粉 愿意与他保持地下情 雷叔刺杀傅晓失败 他问燕长云是否忘了家族仇恨 燕长云一直没有忘 而且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曾救他的那户人家 傅晓就是那个小妹妹 更没想到那晚燕长云被雷叔带走后 小女孩的村庄被仇家全部被涂 燕长云从那时发誓 必须找到下落不明的那个小妹妹 雷叔听后放弃刺杀傅晓 但也担心傅晓晓会复记忆后想起家人因他连累 定会对燕长云不利 次日刀哥神志不清地偷了公主的香 双眼红肿 事后玉衣给刀哥把脉 他滔滔不绝地说近期的感受 刚开始精神气爽 后来却越来越乏力 甚至上瘾一样想吸玉带香 玉衣发现刀哥的体内存有珠银粉症状 皇后特意找皇上 说用了玉带香精神气爽 皇上一听全部赏给皇后 此时喜摸摸前来要玉带香 说太皇太后甚是喜欢玉带香 此时萧全前来 故意则被妹妹不懂孝敬 让把玉带香全部给太后享用 萧全鉴于刀哥的症状已经出现 怕玉带香事情早晚败露 让白衣尽快提前计划 并给他一瓶药 还叮嘱不要妇人之人 不要忘了宁国二皇子的身份 燕长云告诉魏天娇他们 说这个玉带香里面有珠银粉 而公主定和萧全有关 为了验证萧全和公主是否相识 扶晓想出一记 次日魏天娇按照宁国四公子打扮 蒙着面纱来到萧家店铺 管家一看是宁国四公子前来 他提醒四公子不要这么明目张胆 毕竟人多眼杂 诺意不觉说了一大堆 魏天娇摘下面纱 管家愣住了 管家被关进大牢 死不承认与宁国四公子的关系 燕长云知道管家不会说 毕竟全家的性命被萧全把持着 只有把管家捏在手里 让萧全心里不得安宁 雪英向萧全请示 愿意潜入大牢刺杀管家 可萧全有了更好的对策 次日萧全向皇上告官还乡 此时燕长云前来向皇上禀报 找到管家与宁国勾结的证据 而萧全却称 如果管家身上有一丝伤痕 就代表去打成招 皇上从中劝和并把辞呈还到萧全手里 萧全离去 皇上知道萧全最爱的就是权力 只不过刚辞他的演技太差 皇上叮嘱燕长云要好好陪伴公主 才能尽快破案 燕晚燕长云和扶晓一墙之隔睡觉 两人隔墙聊天 一直到深夜 扶晓和燕长云开启了地下情 阿诚和魏天娇与他们在一起吃饭之时 总感觉二人哪里不对 但看着燕长云的眼神 又不敢询问 扶晓拉着燕长云的胳膊撒娇被阿诚无意撞见 二人极力掩饰之间的关系 阿诚装作不知 此时公主见二人外出 主动拉着燕长云一起逛街 摊主向公主介绍鸦春枝 得知在除夕夜与心爱的人一起 鸦春枝能心想事成 故意让燕长云届时陪同他 燕长云偷偷看了扶晓脸色 谎称那晚要守护京城安全 令派人保护公主 公主买下所有的百货 还让扶晓亲自拿包 一天下来扶晓气喘吁吁地回来 皇上特意来世给公主送年货 看着扶晓拎包那么多 心疼地接过来 公主见皇上如此关心扶晓急忙向他道歉 公主借着年冠之计 特向皇上借用燕长云 陪同一起过除夕夜 皇上勉强同意 扶晓刚要反对 被皇上拿出礼物打断 扶晓因为燕长云除夕陪同公主而生气 故意拿出一块生姜作为回礼送给皇上 寓意江山 皇上尴尬地收下 扶晓回到房间发现床上有一个礼物 打开一看竟是白天在店铺看中的衣服 原来燕长云偷偷地买了下来 扶晓高兴不已 燕长云此时走来 表示除夕夜会想办法陪他 扶晓让他以大局为重 皇上回到宫中 向公公发牢骚 所有的江山都是自己的 为何扶晓不是自己的呢 此时皇后连夜为皇上做了一件衣服 他对皇后爱搭不理的 皇后看出皇上心情不悦 说在宫中只有他一人依靠 希望不要被拒之千里之外 皇上只好同意试穿衣服 皇后为扶晓准备了一些礼物 扶晓感激不尽 侧方面打听皇后近期是否用玉带香 得知玉带香被萧全自作主张送给了太皇太后 扶晓说一直以来萧全很疼爱皇后这个妹妹的 为何这次把心爱之物宁愿拱手让人呢 皇后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性情变了 事后扶晓将此事告知燕长云 燕长云本以为是萧全为了孝敬太后之举 可扶晓无意说漏嘴 说萧全喜欢皇后 只好把上次见到萧全偷吻皇后的告诉了燕长云 燕长云此时更加怀疑玉带香藏有毒 公主派人邀请燕长云一同写对联 扶晓在背后大骂公主 竟敢抢她的男人 于是与阿诚和魏天娇特意谋划 不巧的是这个计划被燕长云知晓 扶晓心虚保证自己是个好人 根本没有什么计划 次日众人添完春联 扶晓一觉睡到大中午 得知燕长云和公主二品官员以上全部进宫赴宴 而他只好孤零零的自己过年 街边热闹非凡 而扶晓和燕长云思念着对方 扶晓看着天空的烟花和面前一对对情侣 更加伤感 燕长云陪同公主逛街 被扶晓发现 他偷偷地躲在伞后面拉起燕长云的手 公主并没有发现扶晓 热情让燕长云去前面转转 扶晓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伤心不已 皇上乔装出宫 来到扶晓身边 奈何扶晓根本无心情陪他 魏天娇陪同出约逛街 被扶晓撞见 二人略显尴尬 皇上特意为扶晓求了一个许愿袋 刚要把自己的许愿袋寄在扶晓旁边 结果被燕长云抢先一步 公主也学南国人特意投一个许愿袋 结果在许愿之时 许愿袋掉了下来 燕长云表面陪同公主 心思却跑到扶晓身上 公主看出燕长云的心思 直接撕破脸问他为何接近自己 燕长云此时不再掩饰 询问玉带乡藏有什么秘密 而公主表示回国定会告诉他所有的秘密 此时燕长云抬头看烟花之际 白意让离二撞作路人 悄无声息地刺了公主一剑 但燕长云发现时公主已经倒了下去 众人见状纷纷吓跑 嘉阳公主被杀的事情传到了皇宫 异国公主死在了南国 令皇上无法向宁国交代 萧全表示燕长云作为公主贴身侍卫 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必须把燕长云杀掉 否则怒气难消 瞬间大臣形成两队人马 另一边不怨南国因公主死亡损失一名大将 得不偿失 扶晓带着饺子来到大牢看望燕长云 他亲自喂他 这一幕让燕长云想起小时候与他一起包饺子的情景 皇上纠结到底放不放燕长云 如果放了 无法向宁国交代 不放又折损一名良将 拂晓这时来向皇上求情 皇上直接表示会放了燕长云 并给他一个令牌让他随意出入大牢 萧全来到大牢 讽刺燕长云可多住几日 燕长云说萧全好手段 玉带香刚有眉目 公主就被杀害 看来要露出狐狸尾巴了 萧全知道燕长云是秦衍 说十五年来没能翻案 恐怕他心里不甘心吧 还说自己会借着一个由头除掉燕长云 千语为前来大牢探望燕长云 被萧全阻止 这时拂晓拿着令牌成功进到大牢 他高兴地告诉燕长云皇上已经同意放他 看着他心疼的模样 燕长云抱着他 表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 两人相拥的情景被黄山看见 皇上找来大臣商量燕长云之事 大臣鉴于此事非同小可 断不可放了燕长云 扶晓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 遇到白亿 他脑海立马闪出小时被他收养的情景 虽然没有恢复记忆 但心中总感觉他很亲切 白亿为扶晓把脉 表示就是旧伤 相信回山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并能调理好 而扶晓表示现在已有心上人 不能离开 扶晓离开后 白亿心中更坚定除去燕长云的决定 扶晓发现嘉阳身上的伤口 和师姐的剑很相似 再次折返找白亿 询问师姐的下落 他怀疑师姐是凶手 刚说完用怀疑的眼神看向白亿 师弟在一旁为师父澄清 白亿假装安排青银调查清离的行踪 并会给扶晓一个交代 屈太医被扶晓叫醒 他和调香师查出玉带箱里面还有株银粉 但守法精妙无法提炼出 就在犯愁之际 刀哥前来向屈太医讨药 表示上次的药很有效果 现在不想遇带香了 扶晓提议从刀哥身上提取猪银粉 于是让刀哥喝水醋尿 经过尿液熬肝成功在他身上提炼出猪银粉 宁国四公子向皇上讨药说法 说公主死在燕长云怀里必须处死燕长云 皇上为难 此时扶晓来到朝堂 把刀哥抬上来 只见刀哥两眼发黑 四肢无力地躺着一动不动 他向文武百官说明 刀哥用了玉带箱后变成如此模样 并拿出玉带箱藏有猪银粉的证据 皇上立马硬气起来 让宁国四公子给个说法 自己的国家并不是随意践踏的 四公子急忙澄清不知小猪银粉的事情 皇上顺势给个台阶 说通商可以继续 但玉带箱万万不可通商 而且关税要提高两成 事后皇上询问萧全意见 萧全为保自己 统心说宁国其心可诛 万不可禁玉带箱 皇上为了给宁国一个交代 燕长云被贬为庶民 永不为官 而凶手要亲自交给宁国 拂晓夜晚亲自下厨为燕长云洗去霉运 为天骄接替了燕长云的植物 出月连夜缝制衣服 为燕长云接风 而丫鬟却为他打抱不平 拂晓为燕长云送去艾草 此时初月抱着衣服前来找他 听见燕长云对拂晓说的话 他伤心地回屋并把衣服烧了 次日拂晓桥庄主动找萧全 表示愿意与他合作打探预班纸的下落 条件是帮他夺回燕长云 萧全之所以在意预班纸 担心里面藏有当年他与宁国勾结 制造官有之变的证据 燕长云告诉雷叔 萧全已经知晓他是秦衍 雷叔担心皇上对秦衍不利 毕竟当时是他下旨杀了秦家 萧全本来打算借公主之死杀了燕长云 以此来夺权 没成想燕长云只是罢官 为了计划继续开展 萧全决定对秦家就不下手 逼燕长云动手 而且让白亦直接除掉扶晓 不能让他想起御班纸的下落 这样里面的秘密就永不见天日了 见白亦有欲 提醒他 一旦扶晓恢复记忆 燕长云就会知道他们勾结发动官有之变的事情 白亦知道自己一直被萧全当枪使 这次他无路如何要拿到御班纸 拿捏肖全 扶晓特意把床上撒了花瓣等待燕长云归来 燕长云一进门 只和他谈乱家阳公主死亡的案子 扶晓说今日见到师父了 一边说一边走向床边 故意引起燕长云的注意 可燕长云的心思全部在案件上 扶晓见燕长云有点困意 直接把他按倒 可燕长云直接倒头就睡 次月燕长云醒来发现扶晓趴在他身边睡着 情不自禁地抚摸他长发 扶晓醒来解释自己无意识着的 刚要离开被燕长云转回来 说一睁眼看着他很高兴 燕长云有事隐瞒扶晓 侧方面透露如果有事隐瞒他 他是否在意 扶晓表示只要不藏私房钱 其他的都好说 刚说完他毒性复发疼晕了过去 去太医为其把脉发现毒性已入骨髓 如果再不服解药 恐时间不久已 白衣特意送来解药 燕长云并不相信他 却提议建议死马当活马医 事后白衣警告燕长云放掉扶晓 毕竟扶晓恢复记忆就会杀掉他 而燕长云却不愿放开扶晓 认为白衣才是对扶晓不利之人 白衣见燕长云对扶晓动了真感情 说他们都被肖全这个小人拿捏着 每月需要他的解药 燕长云并不相信他们是被胁迫的 白衣说如果扶晓不杀燕长云就会被肖全所杀 再说燕长云已经是庶民 更没有能力保护扶晓 肖全得知白衣私下会见燕长云 表示剑招拆招 如果有异常立马杀了扶晓 并趁机杀了燕长云 白衣吃西瓜沾香料的吃法无意被燕长云发现 怀疑他是宁国二皇子 于是晚上蒙面去试探他 果不其然二人认出对方 而白衣的双腿就是那时被秦眼所伤导致终身残疾 白衣自然不是燕长云的对手 说他如果死了扶晓就再也没有解药 即使那时不是宁国动手 秦家公告盖主也会被皇帝所忌惮 燕长云次日向皇上禀报 肖全亲口承认是杀害公主凶手 他愿用自己的命引出肖全 燕长云开始安排魏天交变卖家产 同时在宅子里布满机关 并主托魏天交召料千语魏 当晚燕长云来探望扶晓 发现他在写愿望 列举日后与他在一起做的事 初月本想要请燕长云参加他的生日宴 结果碰见他与扶晓在轻轻握握 初月一气之下找肖全 让他尽快对扶晓动手 而肖全却让初月挑拨燕长云与扶晓的关系 才能真正得到燕长云 雷叔得知初月去找扶晓 痛斥女儿怎可背叛燕长云 初月说自己在青楼在苦 一直是嫁给燕长云的念头才有勇气活下来 而现在却得不到他 雷叔见如此痴情的女儿也很无奈 扶晓向皇后说明与皇上没有感情 而且从未怀过皇上的孩子 他的心上人是燕长云 皇后得知真相真心祝福他和燕长云 扶晓无意碰见鬼鬼祟祟的初月 跟踪他来到一处院子 发现杀他的雷叔在这里 雷叔和初月故意在屋里谈论燕长云 爱上扶晓是早有预谋的 目的就是抱秦家灭门之仇 扶晓不相信燕长云就是秦衍 要找他证明 扶晓不相信燕长云就是秦衍 对他拔剑而出 他承认自己是秦衍 而扶晓说小时候一家人救了他 可他却派人把他一家人杀了 燕长云为了让扶晓彻底离开自己 谎称自己接近他就是为了得到一般纸 在他要对他动手之际 扶晓一剑刺伤了燕长云 而阿诚此时赶来把扶晓打晕了过去 燕长云在晕倒之前 告诉白衣别忘了他们之间的承诺 就这样扶晓被白衣带走 皇后伤感的看向远方 皇上为他披上外套 皇后后悔自己出生在萧家 扶晓刺杀燕长云的消息传到皇上那里 皇上命令御医务必保住燕长云的性命 扶晓扶下白衣的解药 此时他因阿诚打伤头部 醒来后恢复记忆 想回去看害他家人的秦衍是否死亡 白衣让他忘记仇恨 出月照顾燕长云 可他嘴里一直在念叨扶晓的名字 他醒来并未发现扶晓身影 也知道扶晓刺趴那一件因出月而起 尽管雷叔求情 仍旧赶走了他 萧全决定要让秦衍现身 次日皇上得知宁国要发动战争 理由是让南国交出燕长云 萧全建议交出燕长云 还要考虑大局 见皇上迟迟不同意 并提出让官有余孽替罪 把杀害嘉阳公主的罪名扣在官有余孽身上 只有除之 方可化解宁国之战 阿诚把皇帝下令除掉秦家救人的指令 告诉燕长云 燕长云念圣承认自己就是秦衍 希望用自己一命换回那些无辜之人 其实皇上早已知道他是秦衍 之所以隐瞒他身世 是为了念其儿时有情 皇上知道燕长云一心求死 把燕长云关入大牢 任何人不得靠近 皇上命逢公共拟址告天下 秦衍被秦不日问斩 萧全得知燕长云打入大牢 开始安排人在边境蠢蠢欲动 皇上逆叹来报 萧全那边开始有动静了 白义让扶晓好好回忆御班纸的下落 实际他想起了那个御班纸放在了师父的御滚中 但谎称自己什么也记不起来 瞒过师父后遇到师姐 质问他为何杀害嘉阳公主 剑他不承认 直接掏出他的剑 嘉阳公主身上的伤口与剑吻合 师姐承认是他根据师父命令杀害嘉阳 是为了除掉燕长云 还说出燕长云为了扶晓 宁愿倒在他剑下 扶晓想起师父曾经解释自己并无指使徒弟杀害嘉阳 得知连师父都在欺骗他 自己竟误会了燕长云 扶晓体内的毒已经解除 白义再次让扶晓回忆御班纸的下落 扶晓仍旧装作失忆 说很怀念之前万事格除恶的样子 他故意帮师父按腿 假意把浴滚弄掉 白义并没有责备他冒失 扶晓急忙捡起表示拿去修补 扶晓回到房间拿出浴滚中的班纸 反复查验 为何白义和燕长云一直在寻找浴班纸 怎么看也没有什么秘密 他无意碰出了一个机关 里面掉落出一个纸条 扶晓看完后震惊 次日徒弟为师父按摩腿 发现浴滚没有之前顺手 白义拿过来一看里面竟少了一个 得知扶晓不在房间 白义立马飞鸽传书捉拿扶晓 扶晓拿着证据赶往京城 半路被戴着面具的萧全拦截 他记起了面前之人就是杀害他整个村的凶手 扶晓看着面前戴着面具的人就是屠他全村的人 他拔剑而起 萧全手底下的人并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扶晓来到萧全身边 刚要对萧全动手 被蒙面的一个女子阻止 他扯掉了蒙面女的面纱 发现竟是萧全的手下 立马知道面具人是萧全 扶晓要杀害萧全的时候 白义的出现阻止了扶晓 说宁国生灵涂炭都是拜秦言所赐 让扶晓叫出玉班纸 而扶晓不妥协 就在他动手之际 雷书带着人马前来助扶晓 雷书为保护扶晓身受重伤 而青黎也被雷书杀害 扶晓被雷书带走 一旦玉班纸回到南国 萧全也回不去了 只好留在这里 雷书向阿诚交代后事 希望燕长云原谅出玉 并向扶晓道歉 嘱咐他务必把玉班纸带回去 才能让秦家翻身 雷书临终前希望扶晓同意出玉嫁给燕长云 朝堂依旧一方支持燕长云 一方要将他绳之于法 扶晓被魏天交代进宫 他把玉班纸的秘密公布于众 皇上看着纸条证据 下令捉拿萧全 皇上宣布放了秦衍 可太皇太后出面阻止 并说这个纸条来路不明 官有之便岂能说翻就翻 扶晓极力为燕长云开脱 见二人争执不休 皇上下令日后在意 皇上半夜来到大牢 牢外响起玉鼓哨的声音 知道扶晓回来了 皇上将证据给燕长云 并与他合作秦衍必须死的计划 宫里的人所有人躲避皇后宫的人 得知兄长才是官有之便幕后主使 皇后向皇上求情 愿意用自己的命来饶哥哥一命 皇上念其他真心 并未连累他 而太后此时赶来 要把四年五子寺皇后打入冷宫 皇上此时不再受太后拿捏 宁人把太后送回寝宫 初月为父亲守灵 扶晓前来祭拜 初月把一切怨恨夹在扶晓身上 自从他出现 一切计划就变了 扶晓脅迫冯公公带着假圣旨来到大牢 他宣读皇上的圣旨 则令燕长云被逐出京城 燕长云知道这个圣旨是假的 他是不会被放的 见燕长云不想与他离开 被扶晓打晕 并一把火烧了大牢 次日扶晓向皇上请罪 皇上大怒 下令追捕燕长云 此时扶晓用死来威胁皇上 甚至愿意嫁给皇上 只为救燕长云 皇上看着他舍身忘记的样子 一气之下下令让礼部准备纳飞事宜 燕长云醒来发现早已被阿诚带出京城 得知他要被纳飞 口吐鲜血 扶晓不知不觉来到河边 想起曾经与燕长云一起的情景 心上人早已不在 再次来到军营 这里依旧是老样子 可是早没了燕长云的身影 皇上知道他在这里 特来寻他 扶晓表示自己出嫁那天 他要从这里发嫁 皇上同意他的决定 皇后被禁足脸色很差 扶晓前来探望 说自己要嫁给皇上了 皇后询问燕长云的下落 扶晓谎称已被烧死在天牢 皇后很同情扶晓 他未能嫁给心爱之人 并嘱咐扶晓好生拜皇上 扶晓决定即使他嫁给皇上也不会愿雷迟半步 皇上仍旧是皇后的 皇后摇摇头 说自己恐怕无法陪伴皇上了 萧全得知天牢失火 燕长云尸骨无存 本来怀疑是诈死 当得知扶晓嫁给皇上 就打伤了这个猜测 如果燕长云在世 扶晓定不会嫁给皇上 皇后被禁足 萧全立马慌乱起来 让雪英立即动手 萧全来找白义 让她开始行动 白义一下失去两个爱徒 怀疑自己这么多年是否做错了 而萧全此时只要夺得皇位 其他的一概不管 初月看着院子布置婚礼 她仍旧对扶晓怀恨在心 燕长云刚死 她就迫不及待地嫁给皇上 为天骄告诉初月 实际是扶晓用终身幸福 换了燕长云一条活路 得知燕长云没死 初月终于知道自己差在哪里了 扶晓与皇上大婚之时 萧全也带着一队人马悄悄地杀进来 扶晓册封皇贵妃 皇后亲自为她受金印 就在皇上要与扶晓入洞房之际 侍卫前来禀报 皇宫被一队人马杀进来 扶晓拿起剑保护皇上 此时萧全露面 皇后看到哥哥出现震惊不已 皇上警告萧全这种乱臣之子是没有好下场的 随后燕长云和千语卫的人前来救驾 萧全要对皇上动手时 燕长云走进来 萧全回头发现燕长云并没有死 而且皇上早已来个瓮中之鳖 秘密安排的是为从暗处跑出来 把萧全的手下杀个惊光 萧全剩下独身一人 他放下屠刀 表示任由皇上处置 可悄悄掏出匕首刺向皇上 皇后见状水深跑向他 皇后被刺死去 萧全撕心裂肺的痛哭 萧全被捉拿 百姓们传得沸沸扬扬 白义与徒弟离开南国 皇上来到皇后寝宫 拂晓将皇后亲自磨的兰花粉给他 皇上这才知道皇后对他的用心 可是悔恨当初对他的薄情 床榻间放着他的衣物 是皇后连夜为他缝制的 他内心伤心不已 萧全被发配边疆 一路上刺激自杀 可押送之人怎可让他轻易死去 出院为了赎罪 已经削放为泥 皇上拿着一个名单要开始治理萧全的内应 下面的大臣下的瑟瑟发抖 皇上决议不再追究 当众烧毁名单 表示南国要减轻赋税 一心发展 皇上昭告天下 澄清秦家乃被萧全所害 所有秦家就人均赦免 族人共享太妙 燕长云终于可以为父亲光明正大的祭奠 并麻着告示给仙人看 秦家终于沉冤昭雪 皇上要论功欣赏燕长云和扶晓 扶晓毫不客气地开口要庭院 珠宝 不断数着手指的模样被燕长云打断 扶晓只好改口说只要燕长云 燕长云开口请求与扶晓去镇守边关 一起并肩作战 皇上向扶晓解释当时在大牢内与秦眼设计 让燕长云假死 只有他死萧全才无后顾之忧发动兵变 所以才有了取他的计谋 让萧全更加相信燕长云死了 事后燕长云悄悄问皇上是不是趁他假死的时候 打算把扶晓收入囊中 以此夺走他 皇上谎称自己心里只有江山设计 燕长云向皇上告别 不知日后何时相见 扶晓挽着燕长云胳膊离开皇宫 燕长云带扶晓来到父母的坟墓前 他当年被吓坏了 缓过神后再也搜寻不到父母的失守 幸亏被燕长云好生安葬了 燕长云在坟墓前保证 日后会照顾好扶晓 二人再次来到老家 看着破烂不堪的房屋 想起儿时在一起的情景 燕长云感叹 本以为这辈子寻不到他 没想到茫茫人海中竟相遇了 扶晓想起小时他们二人拜天地的游戏 也许从那时起 他俩就冥冥中注定一生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